美國前總統川普遭到刺殺事件後 其他的民主黨籍的大佬都齊聲的譴責暴力 甘乃迪加毒也沉痛的表態 事實上美國在200年的歷史上 都曾遇過相同事件的暴力暗殺威脅 首位遭到暗殺身亡的總統就是林肯 發生在1865年的事件後 接著在1963年之後 甘乃迪遭到狙殺身亡 1981年的雷根也遇害 2021年的歐巴馬在白宮外也遭到步槍射擊 槍手在案發之後 他就立刻的逃逸 最後是在飯店之內是被逮捕 不過當天歐巴馬和第一夫人 並不在白宮內所信一切是平安的 嫌犯事後也遭判25年 不過這次又發生了槍擊事件 美國獨立總統候選人小羅勒伯呢 他就接受採訪的時候 他就表示事件也讓他想起父親和叔叔 遭到暗殺的經歷 而且是希望人們譴責針對前總統 這些總統的暴力攻擊 根據最新的民調 現在有超過一半的美國人 是希望當前的移民水平 這也是23年以來的首次 當前的政治環境和60年前相似 群族對立的動盪 也成了內戰後最分裂的時期 目前這個美國總統大選倒數計時 在移民水平